介密燕麦麩皮真的能刮油吗?我们来做个实验,准备一杯清水加入辣椒油。 大家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。 现在咱们加入麩皮粉。 静静等一会。 看到没有被包裹着沉下去了。 燕麦麩皮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,可溶性就是可以像海绵一样吸附肠道上的垃圾跟随粪便排出体外,不可溶性的就像小刷子一样刷走排出。 这是我冲好的,我是用那个温水冲的。 温水冲的话,静止五分钟之后它会变得比较浓稠,而且是这种拉丝状。 像这个麩皮粉的话,它这个膳食纤维很丰富,然后饱腹感很强。 可以泡牛奶、酸奶、水都是可以的。 现在麩皮粉的活动是29块9发4包,上面显示是3包,咱们的专属活动,你们拍下是发4包,然后是59块8发9包。 小刷子可以直接下饭。 略便。 像这样子里面,我们用来吃的鸡肉尝试, 这就是要吃了大小刷子。 像这样子里面,它们可以吃的鸡肉尝试。 很难确是有的鸡肉尝试, 这就是鸡肉尝试。 很难以来吃的鸡肉尝试。 你吃了鸡肉尝试, 你吃了鸡肉尝试。 我吃了鸡肉尝试, 很难以为, 这个鸡肉尝试。 对了 酸酥皮粉它的配料表 在燕麦麸麸麸麸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配料表上只有燕麦麸麸麸的 因为这样的是纯度最高也是最好的 这是它的营养成分表 不太清楚